防疫期间光复乡公所配合中央在防疫第一要务之外 也不忘积极推办原住民的土地转型争议 而在今天顺利完成版法50笔 总面积大约是110公顷的元宝地权状 那么让部落的族人终于能够拥有祖先开垦留下的土地 在公所圆明客业务承办员的唱名之下 货班员保地权状的部落族人各个戴上了口罩上台鳞状 即便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 但是每一个人的眼角都散发出了欢喜笑容 新冠病毒持续延烧 光复乡公所配合中央将防疫视为第一要务之外 也不忘积极推办原住民保留地的增化编作业 保障族人的土地权益 整个流程要拿到前章不是公所委员还是公所主办人可以决定了 要很多单位配合 比如说要国有参产局 配合会堪 建政委会堪 然后送到全民会那边要分科要做什么 真的很忙碗 所以这过程我们只要助助我们主办单位 尽快尽快的把这个前章可以发放到我们的相片手上 长泰花之后的原保地增化编业务 申办过程作业以及面临的问题繁杂众多 而乡公所能够每年每季的完成班状也令地方与上级单位肯定 而取得原保地的部落族人后续所面临使用的问题 仙议员等与会的长官也不忘呼吁要好好守住祖先所留下来的土地 要请大家好好使用土地 那我们如果是凉田可以种植稻米的 种农种我们就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 如果可以马上再申请进法补偿的部分 这月30号他们今天拿到就可以申请了 那就恭喜还可以申请进法补偿 离业用地 那要麻烦大家告诉大家 在立委政天才积极争取修法之下 取消了五年的原保地他向全力输的限制 让部落族人申办通过后就能够直接取得合法的土地权状 光复乡公所这一季完成了50笔 足面积约115公顷 在乡长领清水的主持下 今天举行了正式的班状仪式 恭贺部落族人终于能够拥有祖先开垦的土地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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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